昨天美股再次全面破底下跌 相信很多看着美股做台股的投资朋友 今天早上一开盘就吓到了 吓到赶快把自己手上的股票全部出掉 结果呢 今天台股一开盘下跌了182点之后 逆势不断的向上拉回 中场收盘还上涨了69.8点 看很多投资朋友就这样子 出在了最低点 那盘面上的强势类股族群呢 可以说是全面上攻 我们今天又有两档股票涨停 分别是定义涨停 金像店涨停 那我们昨天呢 我们昨天有三档股票涨停 分别是永德涨停 伪创涨停 见准涨停 连续两天 连续两天出现五个涨停板 我记得上次我最高记录啊 是连续13天出现48灯涨停板 从7月12号开始 每天都有不断不断都有什么 亮灯涨停板的股票 连续13天 48灯涨停板 这一次我会不会又突破上一次的记录呢 大家可以持续的看下去 另外我们的盖牌股的部分 最近跟大家讲的盖牌股 我们盖牌股盖两档 重两档 胜率100% 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我送大家的反弹即先锋 6档股票 也全数赚钱耶 讲8档赢8档 讲8档赚8档 胜率100% 为什么我的胜率这么高 为什么我的胜率能高达100% 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这股票当中还有哪一些股票 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今天节目很重要 一定要看完喔 投资握力放远未来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融合总金面 基本面 技术面 面面俱到的投资方式 掌握股价关键买卖点 欢迎加入我的相关媒体频道 加入之后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喔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顶级超盘手 我想常常很多投资朋友 晚上会看美股 结果你有发现啊 最近很神奇啊 美股每天在跌 但台股呢 却都没什么跌了 结果很多投资朋友 看着美股做台股 全部都出在最低点 就输在最低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台股跌破季线之后持续往下跌 先跌的会先止跌 所以你看到美股还没跌 但是台股已经 差不多就跌到这个位置了 就算你再怎么看空 也绝对不是现在这个时间点要出场卖股票 我们可以看到昨天道雄指数 昨天道雄指数看起来很可怕 跌破紧线之后还持续往下跌 纳斯达克指数也全面的往下跌 你看到盘面上 你看到的科技类股 几乎可以说是全面下跌 什么特斯拉 灰达也有小跌 亚马逊 这些你看到的大家知道的科技类股 可以说是全面下跌 所以大家看到 如果看技术线型 纯看技术线型的投资朋友 去做的话大家觉得这没救了 美股又出现了一个头部 这边头部被跌破了 跌破之后这可能至少会先下跌这个季线 但可是台股早就已经跌破季线 所以你看到美股去做台股 你会有失准头 那所以呢 我知道大家最近看到美股看得很悲观 从上个星期开始台股一直在跌 我知道大家没有人敢做股票了 对不对 没有人做股票 我就做给大家看 我不只做给大家看 我还送大家 直接送给大家 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来做 所以上个星期五 我是不是送大家 六档反弹极先锋 就是这六档 就这六档 我没有变 我总不可能 车用载版的看到它跌 我就怎么样 赶快把它换一档股票 车用载版的跌 我就赶快换一档股票 车用冲压的跌 我就赶快换一档有涨的 网通天线的跌 我又赶快换一档 网通天线的有涨的 怎么可能 而且我还真的有送出去很多人拿 那只是看大家上星期五 有没有来跟我拿 星期六星期天 你拿到之后 你还有两天的时间可以去好好思考 你要去买哪一档股票 而且EPS Q2 7月份的营收 这些都不能假 不能变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一下反弹极先锋 到底有多强 第一档 金像电 金像电 2368的金像电 有没有跟大家分享 它什么产业的 伺服器 伺服器不就是现在最夯的什么 最夯的AI族群之一 做伺服器 又做网通版 然后基本面好不好 基本面好啊 7月的营收是不是有大幅度的增加 本益比 20倍 20倍的本益比 其实在成长股票来讲 成长型的股票来讲 其实还好 一般成长型的股票都可以高达30倍 所以呢 金像电 今天是不是就涨停了 今天有没有涨停 今天星期几 星期四 然后呢 昨天星期几 星期三 星期二 星期一 我什么时候送大家的 星期五 星期五这边呢 我送给大家 然后星期一有没有机会进场 星期二有没有机会进场 星期三可不可以进场 星期四 有没有涨停 涨停了啊 涨停了啊 难道我作假吗 难道你涨停还要进场去追吗 我知道大家都不敢买啊 但是呢 我们就是坚持跟大家讲 金像电就是好 而且我在节目都讲过了 为什么大家不敢买 又看到什么法人法人 烦不烦啊 很多人每天都 看着法人做股票 真的有赚钱吗 你看法人每天卖 每天卖 每天卖 你看到法人 你心里就有怀疑 你看到外资在卖 你心里就觉得 哇外资在卖 这股票会不会跌下去啊 我在节目不断 不断跟大家强调 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做股票啊 是你要去吃外资豆腐 你要去吃法人豆腐 不是法人在吃你的豆腐啊 什么叫做你吃外资豆腐 什么叫法人吃你豆腐 法人吃你豆腐就是一般老师跟你讲说 你看这两股票 法人买了 所以他会向上 这就有可能被外资吃豆腐 被法人吃豆腐 为什么 大家想想看 外资买了上去之后 你又买 你又买了把这股票又继续带上去 那结果外资在上去的时候出货 被出货 那你不就是被 外资吃豆腐被法人吃豆腐吗 那反过来呢 反过来外资在卖的时候股票不跌 我们进场就做承接 然后呢 买了后涨上来 外资法人跟着买进来 诶 那就带动股票继续向上涨 那我们赶快倒货给法人 这才是真正做股票的方式啊 你看一下金像店有没有涨停有没有漂亮什么时候讲的 175 175你都可以买得很安稳买得很安心 然后一路向上到今天几块涨停 206.5 206.5 一张从175 赚到206.5 一张是不是就赚了一两万 10张是不是赚20万了 这种股票买10张 很容易吧 175买10张差不多吧 很多人可以做得到啊 短短几天就短短几天 但我知道大家都不敢了 所以我直接送给大家买 来 所以金像店是不是涨停了 有没有 涨停你还要去买 涨停有没有锁实实 锁得一万六千 一万两千六百零五张 有没有锁得很漂亮 好所以金像店嘛 都讲在前面啊 那除了金像店之外还有哪一档 来再看一下 反弹即先锋 还有哪一档 来第四档 定影 定影也是有没有讲的 如果大家选择觉得 金像店 我预估个本益比20倍 有点过高 有点过高 那定影的话 我帮你估计的本益比只有9.5倍 9.5倍的本益比够便宜了吧 7月的营收是不是也月增 Q2 EPS是不是也漂亮 基本面有了 对不对 技术面我也帮你看了 这种股票不就是你值得你留意的股票吗 来定影 今天有没有涨停 今天又涨停了 再看一次 今天是星期几 今天星期四 对不对 今天星期四猴子看电视 猴子涨停版了 你涨停了吗 来星期三昨天 星期二前天 星期一我什么时候分享的 星期五 星期五这边我送给大家 我是涨停版送给大家的吗 我是涨停版送的吗 应该不是吧 星期六星期天 有来拿的 又看到本益比只有9倍 9倍有没有看到 9倍的本益比 这不就是便宜超值的股票 你还不进场 有没有 星期一 进场买 还黑的 你不敢买 星期一好 星期一你觉得有疑虑 那星期二 准备要突破前高 你该买了吧 那星期三 其实我不太建议追了 那你至少两天的时间 可以让你慢慢买 今天 有没有涨停 有没有涨停 从32.5 从32.5 有没有 涨到今天 40.55 是不是涨停版了 有没有涨停版 这个波段 有没有 就涨了几倍了 就涨了几%了 至少也12%以上了吧 对不对 至少15到20%了吧 对不对 我应该说15到20%了 有没有 电影 是不是又直接送给大家的 涨停 涨停所时时 来今天最后涨停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上个星期其实就是 很好的买点 但是我知道 大家看到台股这样的走势 看到美股这样的总是 大家会怕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一个人操作 你可能会不知所措 一群人操作 你跟着我们操作 我可以帮你克服恐惧 为什么 因为大家看到 纳斯达克持续的不断破底 破了季线 哦 要死啊 老师头部成型 我也知道头部成型啊 我就一直跟大家分享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投资股票你不能只看技术面啊 你要基本面技术面 还有产业面 你要面面俱到 我讲了好久 我每一集节目都讲啊 总金面看什么的 总金面看大盘的 基本面看个股嘛 技术面你只看技术面 你只看技术面 你就会吃了准头 那当然了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什么 产业面啊 所以你要基本面 技术面 产业面 你要通通都面面俱到 你才能真的 找出真正的标股 所以大家看到 为什么我胜率这么高 为什么我们这么强 就是因为 我要帮大家看 产业面 产业面有没有看 车用嘛 PCB嘛 通讯不就是AI相关吗 伺服器通讯板 是不是也AI相关 这就是产业面 产业面看完之后 几本面也帮大家看了 最后 帮大家看了什么 技术面 技术面是不是走强 来看一下 金像店有没有走强 我讲的时候是不是在这边 送大家收视在这边 175今天呢 已经涨到多少 206 206 75涨到206 20块 至少20块的握力 10张20万 10张20万的握力 就这样拿到了 就这样拿到了 有没有那么难 但是 你都不敢买 为什么不敢买 因为你心中有千千节啊 台股在跌 大盘在跌 美股在跌 老师这绝对会补跌啦 这就是我讲的 投资股票你不能只看 技术面了 你看到技术面你就会有失准投 你看金像店今天涨停 多漂亮 在电影今天涨停有没有漂亮 也漂亮啊 上星期五是不是这边 这边你可以知道的 这边你还可以进场 这边你还可以少量布局 到今天 你是不是完全又错失这个大行情 这个大机会 又是超过10%的涨幅 超过10%了 从几块 32块啊 32.5块啊 涨到今天多少了 40.5了 一下涨那么多 一下涨那么多 这不就最好的机会吗 好啦我知道啦 就是跟大家讲的 大家都有心结嘛 你又看到外资在卖 又不敢买 所以啊 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你要跟着我操作 为什么要跟着我们一起操作 就是你一个人操作很可能会不知所措 一群人操作 我跟你讲清楚 纳斯达克不用担心 我会跟你讲得很清楚 纳斯达克下跌 别怕 因为联准会 不会持续的升息 等一下就跟大家分享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上一次绩效这么好 上一次的绩效我能拿到什么 全国第一 为什么全国第一 13天啊 欢迎验证嘛 13天你可以去看之前的节目啊 7月12号的节目 7月13号的节目 7月14号的节目 一直你看到7月28号 我每天都是涨停板 每天都有涨停板的股票 那这一阵子没有啊 行情向下跌 行情向下跌 当然不会 有涨停板的股票 总不可能每天涨停板股票 那叫做 骗子 对不对 讲白就是骗子啊 我们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啊 那我们现在就是有啊 我们之前就是一堆啊 那行情不好 当然不可能每天都有涨停板的股票啊 而且上一波我们不只每天涨停 而且绩效还是全国第一啊 其他 其他人啊 其他分析是其他媒体啊 230%就拿出来 就是他们的最高 最好最棒的表现 那我们呢 我们上一波最高你看100%的一堆啦 90%的啦 82% 77% 63%的一堆 别人呢 别人的自由班是我的 放牛班 别人的自由班是我的放牛班 啊我的自由班呢 我的自由班别人遥不可及啊 没有人能做到的 只有我 好那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你一个人 操作你会极度的恐慌 因为台股是长这样 跌破季线 这条线叫做季线 跌破之后 一路往下跌不停 再加上你又看到美股 你会觉得 哇空头来了 玩的没救了 什么碧桂源事件 对不对 美国要升息 种种利空你又开始害怕了 中国经济真的非常差 所以中国经济非常差的话 那他们会怎么样 缩一结实啊 缩一结实不敢消费 不敢消费的话 东西都卖不出去 只好 降价出售 那降价出售的话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最近 中国大陆都在做一件事情 降息 他们在降息 因为他们出现了通缩 那中国那边需求不振 他们就不会买很多的 原油 天然气 黄豆 玉米 小麦 那他们不买了 那这些原物料不就会开始往下跌 那这些原物料开始往下跌的话 通膨不就受到控制了吗 那联准会 还会升息吗 不会啊 说不定 甚至有可能降息 现在经济如果不好的话 明年美国 总统还要选吗 台湾总统还要选吗 肯定 肯定不用选了吗 所以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 把经济搞好 所以我刚跟大家讲 中国大陆经济不好 会带动什么 原物料 全面的下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原油的价格 我们看一下原油的价格 原油的价格 是不是开始持续的往下跌 原油价格往下跌 也就代表通膨受到控制 那为什么这一次美国公布的CPI跟PPI 都稍微好像 跟市场预期的有点高一点点PPI的部分 就是因为其实原油在向上涨 原油的部分在向上涨 原油上涨 那现在中国经济不振 原油开始跌 天然气也开始跌了 所以我认为 联准会下个月根本就不会升息 我们可以看到 不要吃我讲 大家看一下FED Watch 9月20号升息的几率 升降息的几率 这个叫做 不升息 不升息不降息 就是维持原利率 维持原利率的几率是多少 大家看一下 86% 所以根本就不会升息啊 那可是呢 大家看到这些啊 一定会很担心 又很担心什么 就是说 那个不升息 可是新台币呢 新台币一直贬值 一直贬值 一直贬值 那代表 外资一直撤 一直撤 好没错 现在外资是一直撤 你可以告诉我明天外资会继续撤吗 后天外资会继续撤吗 下个月外资会继续撤吗 他们撤到这个底部 央行都开始守了 央行守住32块的关卡 那如果 新台币开始回升呢 那这些外资会不会又回来买 如果台股开始往上涨呢 外资会不会又进来抢台股 所以这都是未来 你不要看了 你现在看到的新台币叫做现在是 我们操作 股票 要看的是未来是 所以我上次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说市场在预期美国要升息的时候 美元就真的先涨了 结果真的升息了以后美元发生什么事情 美元就开始往下跌 所以 现在 外资在撤 不代表未来会撤 现在已经撤到最低点了 我认为再撤的几率不高 他就会 买回来 所以最近大家看到不敢买股票 我知道大家不敢买股票为什么 外资一路卖一路卖 自营商卖卖卖卖卖卖卖 为什么我们还是一堆股票在大涨 我知道大家不敢买 我的节目跟其他人哪里不一样 我们是实战派我还直接买给你看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昨天 昨天我还进场 买什么 台子旗 昨天买台子旗16355 直接进场之后 16455 出场 赚100点 今天出场隔日冲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 千万不要只看技术面 因为现在重点在哪里 8月23号的 灰达财报 8月23号灰达财报公布 那才是重点 而且我认为会非常好 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很多股票都在跌 就只有灰达在涨 而且灰达虽然昨天在跌 但是它维持在相对高点 多头格局不骗 假跌破 守住的季线 这都有黄金教材 我都早上跟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早上 你看到 早上如果 你很担心 至少 先看一下我们的什么 找盘开盘的报嘛 对不对 这是昨天嘛 昨天我就跟大家讲 你看昨天很悲观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别人恐惧我贪婪 现在出绝对是最低点 我就是跟大家讲 不要出 那昨天我知道又 大家又开始很恐慌了 所以你看我写了一堆 我写了一堆 有没有看很多老师早报一样 我拿一档股票涨顶 赶快来跟我做下一档 我拿哪些股票你要小心 这些股票要出要换 赶快跟我做 没有啊大家看一下 早上我写这么多 我写那么多美国十年期公債 对不对 无风险的利率 然后呢 找一个总金面跟大家 做个检视 最后啊我知道大家懶得看 懶得看没关系 最后至少看个结论 结论是不是 大家看一下 整体来看全球股市 不会受到太大的问题 修正过后人会继续向上涨 所以 一切我都讲在前面 所以还没加入我们 赖的 赶快加吧 打开你的手机相机 扫描这个QR Code 就可以赶快在盘前的时候 看一下我们的盘前报 那我们的盘前报很多人反映说 老师 我没看到 我们的盘前报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 赖的部分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赖 我们赖的部分下面有一个功能键 来我们的赖的部分这边有一个功能键 这边有没有 这边有一个 最新的赚报 打开之后按这个功能键 就可以看到我今天写的 这刚刚有没有看到 今天写的都在今天 而且呢我下面还有跟大家讲一些重要股票 你一定要关注的光达 技嘉伪创啊 资源这些的 还有英邦英邦有没有今天再创新高 我每天都会不定期跟大家分享一些重要股票 好所以还没加入了真的要加入 那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我们胜率这么高高达100% 我觉得最大的秘密就是 我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都只看技术面 我总金面基本面技术面产业面 全部帮大家看了一清二楚 那这一波为什么我们那么强势 因为我最早看对产业 我最早看对族群 就像我们讲的英邦 是不是一路向上涨 8月4号涨 这一波英邦我们做三波了 虽然说突破500块之后我们就没有再进场 但是 现在进场风险也比较高 我们已经做他三波 做三波也够了吧 三波有多少 270% 这都是记录啊 过去130块就开始买了啦 200多块买啦 对不对 230以下再买 350再买再买 买到现在 对不对 我上次跟大家讲卖光了 该获利的还是要获利 没有必要过度去追高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上次会绩效这么好 13天 48登涨停板 而且很多都是超过100%的获利 那回头啊 这些都是过去式 这些都是过去式 投资股票我们要看的是 未来 现在很多老师都在讲过去式啊 我过去哪档股票赚了多少 你会发现我很不喜欢讲过去式 我们讲的都是现在式 都是讲的是未来式 别人在跟你讲过去式 过去式我们超强的 银芳270% 够强了吧 也没人比我强啊 一直讲过去没有意义啊 对不对 那你也可以讲到 一直在讲过去的话 你直接讲到08年了 08年你随便买档股票随便赚 重点是现在 重点是下个星期 你直接跟我讲下个星期哪些股票会涨 就好了 那我没有办法做到 我做到了 而且我还验证给大家看 我真的做到了 反弹急先锋6档 定营涨停金像电涨停 还有哪几档 我今天 直接全部公开了 一家的部分 车用 产业是车用 基本面也跟大家讲清楚 去年 EPS 1.2 Q2 EPS 0.4 算 不错了 因为7月营收月增29% Q2一季可以赚0.4 4季不就赚1.6 1.6不是比 去年好了吗 那预估本一比23倍还可以 所以你看一下一家有没有赚 今天星期四 星期四在这 星期三 星期二 星期一 上星期 所以呢 上星期我讲完你是不是又有两天可以进场 今天也都是赚钱 今天也都赚钱 再来 除了一家之外还有哪一档 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哪一档 百达 百达 也是一样啊 本一比也跟大家分享了 产业 车用冲压 去年1.64 第2季赚多少 第2季赚0.7 我简单的评估一下 0.7 74 28 2.8 也就是说一年有可能 后面全年可能可以赚2.8 2.8 有没有比1.64来得强 有啊 基本面就是好啊 来所以 今天是不是涨 今天涨几% 今天大涨6% 大涨6% 今天大涨6% 有没有给大家时间买 今天是星期四 昨天星期三 星期二 星期一 星期五 我送给大家 礼拜六礼拜天你好好的想 你还有三天时间进场买进 这三天你进场买进 今天直接赚超过半根涨停板 今天直接赚啊 你就直接赚啊 有没有一档一档都赚钱 定营涨停 金香店涨停 一家上涨 百达今天 涨6% 够强吧 还有没有 还有啊 起机啊 起机啊 你看本益比只有14倍 基本面有没有帮大家看了 你看今天星期四 我们星期五之前有这么多时间可以让你慢慢滴滴的买 滴滴的买买的很便宜 买完之后今天是不是也上涨了 今天也都赚钱了 有没有全都赚 全都赚啦 起机也赚钱了 再来 下一档是哪一档 半导体检测厂 是什么 宏康啊 宏康有没有看到 宏康今天是不是也上涨 是不是全都赚 如果你还怀疑 你觉得我没有送出去 我是自己 自己 做一做自己暗爽 来 证明 我们到底有没有送出去 来 这个粉丝朋友 这个粉丝朋友 大家看一下 星期六 星期六 他跟我讲反弹即先锋 我有没有送出去 就是这张表格 就是这张表格 星期六 星期六 Saturday Saturday night 看到这张表格 有没有很high 看到这张表格 今天有没有非常开心 看到这张表格 你进去随便六档股票 你随便闭着眼睛 随便买一档 今天应该都开心了吧 来 昨天 这个持股诊断 今天看到没有 我跟他讲说 我送你的股票全赚了吧 有跟上吗 开心的图 大感谢有没有 看到没有 大感谢 大感谢在这边 他直接写的 什么是电脑 怪怪的 大感谢 有没有看到这边 大感谢 这边字很小 对不对 我放大 放大 大感谢有没有看到 大感谢 大感谢有没有看到 对不对 大感谢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 来我们再看一下 有没有其他的 来这个 这个粉丝朋友 也是一样啊 星期天 星期天来跟我要的 8月13号 就是这张表格 有没有看到 远远的看 应该有没有感觉很像了 有没有 就是这几张电影啊 金像电影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跟你讲说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 每天变股票 没有啊 没有变股票 所以到今天 到今天来 他直接回我什么 老师你太厉害了 金像电电影都涨停 可惜啊 可惜我只到 只买到什么 百搭 但百搭也赚钱 高兴 他高兴啊 所以你看 Saturday Night Saturday Night 你跟我要的这张表格 你每一档 你买随便买一档 你全部都赚钱 全都赚了 我们这一张表格不就这一张吗 有没有 还没有拿到的 还没有拿到的 自己有没有 自己那个截图截下 照相机照一下 对不对 就不用送了吧 大家都知道就是这六档啊 这六档股票 有没有看到 再看一次 是不是这六档啊 这六档 一家百达 起集电影 金像电 红康 金像电有没有涨停 电影有没有涨停 一家有没有大涨 一家有没有上涨 有没有 一家是不是也上涨 有 好 再来 百达有没有上涨 今天是不是涨6% 起集有没有上涨 红康 今天有没有上涨 有啊 好 这六档股票 除了这六档股票之外 还有什么 我们的盖牌股 我们的盖牌股的部分 我8月15号 8月15号我盖牌这档股票 他叫做什么 梅利达 梅利达人家以为是梅利达 我告诉大家不是 我为什么给大家提示 我说 我为什么叫她梅利达 因为勇敢传说的女主角就叫梅利达 勇敢传说的故事是在讲什么 得到勇气的故事 得到勇气的故事 所以这档股票叫什么 勇得 勇得得到勇气的故事 有没有得到勇气的故事 你得到这档股票有没有就得到勇气了 进场之后 马上涨停 涨停有没有漂亮 带量 买的时候很好买 买的时候让你随便轻松买 要买多少就买多少 买完之后呢 涨停 今天有没有再创新高 今天有没有再创新高 今天是不是 6% 今天有没有涨6% 买进 涨停 再涨6% 两天加起来就16% 有没有现买 现赚涨停 再创新高 我们 星期三涨停之后我会没有叫大家 请续报 扎扎实实的 赚涨停 那所以我们有没有较劲 他有较劲 8月15号 62.3 进场买进 不要超过 63块 不要超过63块 连超过63块 我都跟大家分享 所以你看 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63块的时候让你很轻松很好买 63块让你买得很轻松 这边有没有涨停 有没有让你买不到 有没有让你越买越高 没有 区间 让你买得很轻松 要买多少就买多少 要买500万就买500万要买1000万 也可以 今天有没有大赚 今天有没有大赚这两天涨停之后有没有再创新高 不追高了让子弹去飞 赚了16% 100万16%是不是赚了16万 然后呢 我一直跟大家讲 重点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胜率那么高 因为我们有看基本面 美股营运有没有持续的再创新高 营收有没有再创历史的新高 所以才会有今天这种获利 有没有 所以才会有今天 有没有看到 进场之后 就涨停 涨停完之后 就再创新高 有没有漂亮 漂亮吧 勇德有没有让你有勇气 再来呢 我错过了6档 6档送大家的反弹机先锋都赚钱了 我们盖牌骨两档也全都赚了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还有一档盖牌骨 叫什么 叫做AI也很威呀 8月8号附近跟大家分享 8月8号 我相信有猜到的朋友 都很开心 现在也许都赚很开心 现在都赚钱 来8月8号进场 8月9号 有没有持续上涨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8月11号我又讲 8月16号 我又讲了 8月17号 来 8月17号就是今天 今天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状况 今天开盘跟着大盘跌破之后 有没有 不断 这没有跌破 小跌一下 小跌他就之后 不断不断的涨涨涨 这边我遮住为了维护会员的权益 这边不管怎么涨好不好 这边不管怎么跌啊 都没有跌破这边吧 都没看到吧 都没看到 这边不管怎么样 这边不管你看他怎么涨 这样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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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涨 最后 都怎样 收在最高一天 有没有漂亮 有漂亮啊 那大家会觉得 老师这张股票 怎么那么牛 你讲那么久 讲那么久现在才这样涨上去 他会觉得 如果像永德一样大涨多好 我告诉大家我反而喜欢这种慢牛 稍微有点慢牛型的股票 为什么 因为这种慢牛型的我可以一直加码 一直加码 一直加码 一直买 买到爆 买到爆 然后呢 一波向上就整个大撞 好所以这两股票 一样我们也是看了基本面 基本面之后我认为这几天就会喷出 还有机会可以进上班 所以最近我一直跟大家分享一个重点是什么 8月23号 8月23号之前财报 回答财报公布之前 一定要买好买满股票 因为利多真的发酵之后 就像回答5月25号一样 利多一公开 大涨25% 那时候你要追 来不及了 那最近呢 你会发现 联准会持续紧缩资金之后 市场 资金动能不足 所以有些强股跟弱股 会越差越多 大家发现很多 股票 持续往下跌 而且是 热门的类股持续往下跌 比如说3105 文贸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 3105的文贸 你看文贸是持续往下跌不停 8069元泰 基本面超级好 结果持续往下跌不停 是不是这些股票都是弱势股 都弱势股 你坚持暴劳 你看着基本面暴劳 很有可能像上一波 航运类股一样 航运类股那时候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 民收持续的创新高 获利持续的创新高 结果股价持续的往下跌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股票是反映未来的 所以你看像1795的美食也一样 我知道很多人也都有美食 美食你看是不是持续往下跌不停 这些股票 弱势股你一定要换 而且你要把握什么时候 把握回答财报公布之前 回答财报公布之前 你赶快乘以这一波 进场买好买满 如果你手上有资金 也要买满 你手上没有资金 都是一些弱势股 更要赶快换过来 如果你不换过来的话 那下一波 可能会越跌越深 那强势股 你就一直看它走高 为什么 因为资金紧缩 资金紧缩的情况之下 好的股票会 持续上涨 因为资金会持续往好的方向走 那坏的股票你就一直报 资金一直撤一直撤 你就看它一直跌一直跌 那既然要买AI相关的股票 要找谁 但是找我 上一波 你看我不可以看到 上一波 行情最好的时候 我们13天48分涨值版 绩效全国第一 别人的股票 根本就看不到我的车尾灯 别人的自由班是我的什么 我的放牛班 那说要跟谁 答案很清楚 这一波我已经两天了 两天你看8月16号永德涨停 微创涨停 建准涨停 昨天 今天又有电影涨停 金像店涨停 你还没跟上吗 所以为了 帮助更多的朋友 在灰达财报公布之前 赶快进场买好股 我们特别推出了一个 辉煌腾达 188的优惠专案只剩下 最后两天 只有最后两天 因为我知道 这一波很多人 受了伤了 就是 抱着弱势股 一直抱一直抱 结果强势股都没买到 就看到强势股 一直涨一直涨 那回答财报公布之前 相信这是最后最后 换股的机会 所以如果你手上有资金 当然要赶快买 如果你手上 都是一些弱势股票 真的要赶快换 这绝对是改变你一生的决定 我们会给大家八成八的优惠 如果你这一波还有赚钱的欲望 真的一定要想尽办法 赶快跟我们联络 那我知道 LINE有的时候你跟我联络 然后我有时候没看到 没有办法及时回 那你一定要想尽办法 一直留 一直留 我才会看到 因为 太多人询问 太多人询问那个洗板 不就洗掉了 所以 真的 要趁灰达财报公布之前 赶快跟上我们的脚步 一起进场 买好股 可以透过我们旁边的LINE 或下面的 电话 来直接跟我们联系 今天节目到这边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投资握力 放眼未来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 融合总金面 基本面 技术面 面面俱到的投资方式 掌握股价 关键买卖点 欢迎加入我的相关媒体频道 加入之后 记得要 按赞 订阅 加开启小铃铛 哦 摩尔证券头部 0800 66 8085 本公司 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 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